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单元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2024年下半年的开运建议 那么先请大家呢 准备好你的上升跟太阳星座 我们接下来会以 这个上升或太阳星座 在基本星座 固定星座 以及变动星座 三个族群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首先我要讲既然要开运 那开什么运呢 当然一定是一个趋势 带领我们有那样子的状况 或者是他可能有什么样的阻碍 所以我们要去调整跟克服 那么先来聊到的是 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基本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白羊 巨蟹 天秤 以及摩羯座朋友 基本上这个族群呢 在下半年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叫人际关系 整个星座呢 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 显示你们可能会有重大的计划 发展或突破 比方说 你可能有结婚 订婚的计划 或者是有合作的计划 或者是有拆伙的计划 你可能有创业的计划 总之呢 就是会跟人有关系 那第二个呢 因为呢 明王星呢 将会在今年九月二日到十一月二十日的时候 最后最后的逆行回 这个摩羯座再离开 所以过往的二十年里面呢 你们可能经历过一些事情 现在呢 在这个月 要开始开始在酝酿 在今年度要做最后的总结 所以那在这个总结里面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呢 它有一种要排除 或是结束某些情形 那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平常长痘痘 有没有 痘痘可能破了 可是脏东西没有挤干净 所以在这个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这四个星座 它就有一种要把脏东西 或是过去后发现不好 不适用都要挤掉 然后呢 这个伤口要疗愈 要复合 听起来有点难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呢 你可能跟某个好朋友 表面上的维持和平 其实彼此对于对方的某些行为 已经很不爽很不满 一直没有说出口 下半年的时候呢 很可能一件事情忽然让你两个吵起来 就开始 坦白的说出内心的不满 这样子对彼此的关系 当然会有伤害 但是有可能 就是因为这次的 怎样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你们决定怎么样 好啦 彼此原谅彼此继续当朋友 或者是讲清楚觉得啊 两个人也不要演哦 我们就各走各的路 就有这种情形哦 在下半年 那下半年呢 因为整个星象的影响之下 9月到11月初的时候呢 这个族群 上升太阳白羊 巨蟹天称摩羯的族群 特别容易焦躁 或是容易有愤怒的感觉 所以下半年我会给予你们几个建议啊 第一个呢 就是要让你们的情绪跟能量是稳定的 是放松的 那你可能比方说你习惯用精油放松的朋友 你可以这么做 或者是你喜欢泡澡的朋友啊 静坐冥想的朋友可以这么做 像我自己呢有的时候觉得很烦躁的时候呢 我在洗澡淋浴的时候啊 我就会想像那个淋浴的水啊 好像把我身体里面一些负面的能量冲干净 你感觉那个水好像流出来的颜色哦 通过你身体之后变成什么 灰色黑色 你感觉到它有清理的状况 这是一种冥想的可能 或者你觉得很繁杂的时候 像我自己就会冥想说 好像我走在这个 两大片芦苇草丛的中间 那草一只阻碍我前面的道路 所以我就一直拨开一直拨开 这个拨开的这些芦苇或杂草 就像我的杂念 我就要怎么样 不要理它们往前走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些 你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冥想 那当然呢我觉得 运动也是一个很棒的这个选择 因为运动可以让我们 活力的恢复或者是避免忧郁 所以这个族群下半年很适合做 这种放松或者是运动的部分 它会有一种疗愈跟输压的效果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族群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可能特别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你的新计划 因为下半年人际关系有一些新的开展 所以这个新的开展就特别需要你 重新拟定什么是你要的 什么是你不要的 甚至你可以逐月逐月的去来观察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 另外呢有些朋友呢 可能会在下半年呢跟别人吵架 所以我觉得这个族群在 这个下半年很需要做一件事就是 削口业 什么叫削口业呢 就是你要学会避免口不择言 那口不择言的有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铺陈的 就是你平常就爱抱怨 就很喜欢讲一些负面的话语 那其实在真正吵架的时候 真正状况不好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会放大了这股负面能量 所以会尽量劝这个族群下半年 如果你能够口说好话 或者是把一些想法用正面的方式 对视不对人来讲 你的运势会好哦 反而你如果一直负面的表达 你的运势就有可能呢 在下半年怎么样很震荡 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佩戴这视频的朋友 我觉得下半年你也可以 试着佩戴怎么样 就有疗愈效果的海兰宝 或者是呢 绿玉髓或是祖母绿 它也有助于呢你在人际关系上面的 这种和谐跟稳定 那么讲完了上升或太阳 在基本星座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上升或太阳 在金牛 狮子 天蝎 以及水瓶座 这些固定星座的朋友 如果说呢 这个前面一个族群 它在下半年要放慢 是它很重要的重点 那么这个固定星座 在下半年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转念 除了转念以外呢 还要圆融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下半年呢 对于这个金牛啊 狮子 天蝎 水瓶的朋友 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是 运势里面有这个除旧步星的一个特色 你会说除旧步星很好啊 可是因为受到天王星跟冥王星的影响 它这个除旧步星有的时候来得很快 你就忽然跟某些人事物断联了 你可能突然就要离开某个工作 去某个地方跟某些人说再见 它有一种很快速的发展 那如果过程是不不太愉快的 或是很尖锐的 其实对于彼此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理想 那另外呢 这个族群在下半年呢 可能就比较容易紧张 那或者是你就很容易一意孤行 所以要变得比较圆融 那所以我会推荐你们 在下半年第一个呢 就是凡是要训练多面的多个角度的思考 比方说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要想想看你学到什么 你得到什么 那同样的发生好的事情 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比较保守的想法 这样会帮助你从各个面向去客观的思考 再来呢就是呢 你们非常非常的需要呢 也许就是转换环境 因为这个大环境或运势里面 就是有一种要除旧步星 换环境呢 可能是搬家啦 也可能是你就是要把房子住家环境做一个清理跟打扫 这个也是不错的 或者是根本之下你是改变自己 换发型啦 换造型啦 你想健身减肥啦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错的 再来呢 你要让自己更圆融的方式 我会建议你平常可以做一点轻松的 可以让自己比较柔软的 像瑜伽之类的这种运动 还有呢我觉得你们也适合怎么样 常常听一些比较轻柔的音乐 古典乐 或是让你心情平静的海浪声水晶音乐 像些很这个流行的颂波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挺疗愈的 也蛮适合这个上升 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族群 当然如果你喜欢佩戴饰品的话 我会建议你 你在下半年可以佩戴黄水晶 紫水晶或是玛瑙 因为下半年你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都会在健康跟财物 你很容易破财 不代表你不能赚钱 但是就是容易有一些财物上的议题 黄水晶可以帮助你 在财物上理财上面 更锐智更谨慎更好运 紫水晶当然也会帮助你的思考 也可以更清晰 再来我们来看到是上升或太阳在 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双子 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你们在下半年很大的挑战都是在健康 身心灵的健康 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开运的主题就是要 要专注 还有一个就是要去除不好的东西 叫除慧 慧悟的慧 肮脏的这个概念 那么专心的意思就是说 下半年有很多的事情会干扰你 你很容易呢 你自己就对很多事情很好奇 很有兴趣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选择 你不要一下呢想做很多事情 一个一个慢来 那当然这个族群本来就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也OK 你可能同时做个两件 就OK了不要太多 你最好是做完了两件里的其中一件 你再换穿插 这样对于你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再来呢 就是你们在下半年很适合做居家风水的调整 那么你们的环境是有变化的 可是呢心像呢 显示你们的健康身心灵是有压力的 所以可能呢你们的居家环境 如果这个比较这个混乱 或者是有一些臭味有些状况 没有去处理 你们可能会睡不好 或失眠 或者是运势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环境跟你的健康 心情是息息相关的 那通常我也会建议啊 如果你是上升太阳在双子处女 射手双鱼的朋友 你就是觉得你运劲不是太好 那你一定要做好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 因为你做其他的事情 反正也没什么效果嘛 对睡眠就是直接投资自己的健康 最直接最便宜 再来呢就是你的房间里面的东西 要做好收纳 这个族群很难很难不买东西 很难很难不收集东西 东西多没有关系 但你要收纳 如果你没收纳好 太多东西在屋子里哦 那当你的运势不好的时候呢 它对你是会有影响的 人会懒散 人会这个志气低落 或是容易生病 特别是你的床头的部分 我就不建议你摆太多的杂物 当然你的运势很好的时候 你要怎么放随便你 可当你觉得怪怪的时候 请你要做好居家风水的调整 那有的些人呢 他可能也需要换环境 比方说你就有不好的邻居 或者环境又不太好 你是租房子的朋友 那也许你要去思考 也许你换一个环境之后 对你是有改善的 即便不是住家的环境 而是人际圈的选择 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哦 再来呢 我也会建议这个族群的朋友 你可以呢 每天或是每个星期 找一个时间帮助自己做呼吸 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 心跳跟身体不要去有太多杂念 去感受自己活在当下 对于你接下来很多要做重大选择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 当然你们也很适合去靠近大自然 也许城市里的公园 或是你有养花养草 我觉得这些自然的能量 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不过这不代表你要去深山野岭 因为下半年的运势比较波动 所以有些比较危险性高的大自然 你要特别留意 最后呢 如果你是喜欢佩戴饰品的朋友 我会建议呢 可以佩戴像法金 或者是这个拓帕石 土耳其石 它有助于你呢 做好人际关系 甚至呢 可以呢 比较有一个自我的立场或结界 去面对外在的人事物 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2024年下半年 十二星座的开运建议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下半年 越来越好运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